再來呢我們購買天線時啊 有時候就會看到 咦有兩支很像的天線 像這通常買的S568跟S578 他們主要的差異呢 就是天線中間呢 一個是做彈簧的樣式 彈簧的樣式 一個是做這種相位器的樣式 那就是問說哪一種比較好呢 那一樣啦 簡單的拿出規格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在規格上面呢 不管是彈簧的還是相位器的 規格都是相同的 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有看到嗎 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好 代表他們的表現是相同的 不過呢 你做相位器跟做彈簧呢 就會影響到他們在天線整體的 軟硬度表現上 很像喔 這相位器的在這個地方呢 相位器那個部分就會比較硬 就沒有辦法做凹折 你看到 人就會相對比較硬 那如果說是彈簧的呢 他在彈簧的那個部分呢 他還是會有一點彈性 可以相對可以做出更大曲度的凹折 那如果說在遇到一些障礙物的時候呢 彈簧的部分 天線呢 他在上半部的凹折就更大 更有機會呢 可以閃避障礙物 敲到一點點了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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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就沒事了 當然盡量不要去敲到天線啦 所以說呢 就會有彈簧跟相位器就純粹只是說設計上的不同 那他想要給他什麼樣的特性 不過呢 一般如果說你有比較常在跑山區的客人 我會比較不建議你購買這種彈簧天線 這種有線圈的天線呢 他有可能會因為樹枝勾到 樹枝過來然後勾到 你開車去山上 南部很多龍眼樹 然後垂下來你一勾到 一拉 不是天線壞掉 是連你的天線座跟板金一起被拔走 那如果用這種相位器的天線呢 了不起我們就敲斷它嘛 天線斷了就算了 不要傷到車 所以說他們的特性不太一樣 需求也不太一樣 如果你不會有樹枝勾到的問題 那可是你會有高度敲到東西的問題 那我會覺得你可以選這種彈簧式的 不過如果是因為在山區會敲到樹 那我會建議你選相位器式的 因為畢竟我情願天線壞掉 也不要上到車 早期很多 砂石車都是大部分都選那種彈簧 樣式的天線 因為本身比較容易有機會 像我講的有機會呢 可以閃過障礙物 不過有一次他們都去山區工作的時候 然後遇到了樹木 然後就一台一台的被勾走 然後整塊連板金都被拔掉 就開天窗了 所以後來他們都不太喜歡 這種有彈簧的樣式 那在收發能力上呢 我們看規格數據都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主要就是依照你的行車環境 跟使用需求去挑選就可以了 介紹給大家 謝謝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哦